这么这种长度你就控制不了吗 我是经常控制的 你看我每天我的下半身都要这样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呼呼吸道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252集的节目 今天的话来给大家做地球崛起系列的一个天猫 这款呢我已经入了好一段时间了 那出拿到的时候呢还蛮惊讶的 因为包装盒除了大之外呢 还真的很沉啊 那里头的玩具可以说是玩法是比较多样啊 它本身是一个太空缩跟一个像是装甲车的一个组合状态 然后可以在组合状态下呢变成兽型 就可以分开之后呢再单独变成鸟 还有一个像是老虎的生物 当然还可以变成是一个基地的一个 基地的一个发射台吧 那我对于天猫的这个玩具呢 我是手边的话呢是只有两个 我先和会先把它讲完好了 他后面跟他也最熟悉的是这个三天头部队 那我顺便再讲一下这个三天头部队啊 我上次给这个大陆朋友买的这个喷嚏机 跟这个晚哥的组合包之后啊 当时买的话是在网络上买台币是1950块钱 那现在最便宜的话台币是2499了啊 已经涨了台币600块钱左右啊 所以就不要再有朋友就是在请我代购了 因为价格已经已经不一样 已经整个涨上去了啊 你们要请我代购的话呢 加上运费恐怕是非常之不便宜啊 这个因为最近回答太多这个问题了啊 那这个玩具拿出来之后呢 就是一个太空梭加一个装甲车 那我们直接以合体的状态做一个开场 那它还有一个特效件 特效件的话呢 这个爆炸的一个特效件 它可以分成好几段 这个就不需要特别去说明啊 那除了这一堆之外的话呢 它后面呢还有三个啊 就最小块的部件 那可以安插在这个火箭 不在这个太空梭的一个背后 后面刚好有三个孔嘛 那说明书的话呢 分量还蛮大的 摊开之后呢 大概可以堪比是一张报纸了 那其实不看说明书的话呢 我们这样摸索一下呢 应该也是可以玩得很开心 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 我可能会有一些漏变 或怎么样 这个无所谓 反正这个玩具的话呢 就漏变啊变错呢 是我觉得也是在所难免的 那整个拿起来的话呢 哦 非常非常非常沉 这个重量真的是很有饱足感 那我买的话大概 可能台币2600 2500这样子吧 算是很算是刚出来没多久 我就想先把它给入了 因为我是觉得看起来还蛮不赖的 那我手上的这个天猫的玩具 其实不多 就之前就这一款 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是 核体战争时候推出的 核体战争时候 最末一波的一个玩具 那Combine World系列的玩具 我几乎都卖掉了 因为我对那个系列非常没有爱 那这是少数我有留下来的 那另外一款这个核体战争 就这个 经常在节目里有出现的这个比利尺 据说这个是亚线材 是什么什么某某限定版这个蟒状啊 这一款是据说是非常稀有啊 那嗯稀有是一回事啊 就是反正我什么需要一个比利尺吧 就留着了 那这个则是我真的是蛮喜欢这一款这个天猫的一个感觉 那不过呢啊这一款 如果你有这一款Combine World的这个天猫的话呢 跟这一款呢其实玩法是完全不同的啊 啊在我的印象里头G1我是有看过这个第三他应该是第三季天猫是第三季的时候才出现啊 他有点取代大力金刚的位置 变成了一个博派的一个重要这个宇宙移动的一个运输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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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负责人运输担当好吧 那他的话是应该是上下是可以分离的 就是上半身是变成鸟 下半身是变成一个兽 而这一款的话V级的话 他没有办法分离 但是他就是玩起来本身的效果也是不赖了啊 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这个本体 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一个试一下 他本身滚动性还很很好啊 那本身结合之后的话呢一个稳定度是非常高的 那下方的轮胎这里一共有四个轮胎 所以推动起来非常的流畅 这些履带啊什么的都是假的 身上的整体的细节给各位展示一下 我认为是比较恰达好处啊 啊并没有特别的密密麻麻 而且重点的一个刻画都非常好 如果愿意做一点这个勾线的话呢 我相信这个玩具会更有看头啊 那他本身的这个塑胶啊 有自带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消光的感觉了 所以我会感觉他的视觉效果是蛮不赖的 已经算是比较有质感的了啊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是这个 白色这两边是有一点小小分色的 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NASA的意思啊 看起来好像为为NASA的 NASA就是美国太空总署嘛 对吧 那他的一个勃派的标志在这个位置啊 啊他的话呢 跟我之前啊 我是觉得比较纳闷 到底他他有没有这个这个这这两片 这两片对不对 这个这个VG这款是有的 但这个的话确实没有啊 到底哪个正确各位可以给我科普一下 我也想知道 那嗯就这个状态是推就这样子啊 但是已经分量很够 这个摆在桌上是架势是很好的 那两者之间怎么个分离呢 那就从这个地方按下去之后啊 你就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拿出来 看到这个地方这里是把它分离的 那他组合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啊 组合必定是有凸跟奥的嘛 这里有个洞 然后这里有个凸 对一般是比较少白色的凸进黑色的洞啊 通常都是黑色的凸进白色的洞啊 那这个的话呢就扣的时候 不过扣的时候呢是真的是 但是可能要稍微练习一下啊 我知道有人说就凸跟奥的结合 我出生就会了 是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有时候你还是要练习一下啊 你看像现在像现在就没口啊 从后方 督进去的话呢是真的是需要稍微练习一下啊 那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它不容易啊 从这个地方扣进去 OK好这样子 这样才是正式有卡住啊 稍微真的是要练习一下 那我们上下半身呢就把它给分开 那我们先就单独看一下这个太空梭的状态 那很庆幸的呢是作为一款就是还蛮昂贵的一个玩具 它至少这个起落架是有做出来的 这个前后都有 那它这个起落架的话呢 我觉得滚动性不是很好 实际上推就会发现它滚动性其实并不佳 我的感觉呢是前方这个 你看看这个轮子的部分啊 轮子的部分呢好像不太 就是后面这个凸啊 可能跟这个轮子已经几乎是要差不多在一起 那可能几乎就是会顶到 所以呢感觉滚动性就不是那么样的好 那后方这个轮胎是本身的一个 呃本身的这个平滑度就不是很好 我觉得这个C型扣啊什么的 就是扣的不是不是不是很好 它本身我这样子推它本身就已经没有很好的滚动性了 那从呃什么呢 从这个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地方呢是分开的 那这个地方这个扣进去的话呢 嗯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也是有一个小小一个特殊的角度 要听到咔的一声呢 啊才是真的有扣进去啊 从这个地方你看红色的部分要凸出来 这个才是有完全的扣进去 那所以说就这款玩具的话 有一个地方就这里 那我感觉它扣的不是非常紧 它原理论上呢 它你看它这个地方 它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缺口在这 看到没有 它里面是应该是这个缺口呢 要去抵住这个白色这个部分 但是呢 有时候长度不够的话就卡不住啊 就容易滑出来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这一款的话呢 呃这一组玩具呢 只要你遇到那种 外摆内收类似那种关节的地方都蛮容易脱落的 至少我这一这双这一款啊 是属于这种状态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的这个装甲车 这个装甲车呢 拿在手上呢 呃会给我强烈的感觉 好像是这个 之前一些MMC啊 或者是什么的啊 不对应该是说各家的这种六面兽 好像都有类似这种装甲车的一个形态 那实际上的话 就是这这四个地方要扣进去啊 一二三四啊 这四个地方要扣进去 然后这两个部件的话呢 它是可以前后去做一个替换的啊 应该是一个发射武器的一个装置 感觉是装甲车了啊 这个就好像我只记得天猫是讲话 就一个鸟张嘴讲话 其他的剧情之内 我其实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那到底哪个是头哪个日尾啊 其实我连头我也都不是很清楚 感觉好像这边是头吧 或者这边是头啊 随便了 反正就是如此这般了 那呃 它本身的话呢 是可以变形成一个兽 呃兽形态的 那兽形态的话 我们就直接的开始把它做一个变形 啊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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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呢先做一个 合体状态下的一个 兽形的展示好了 哎 哎哎不对好吧 这个为了流畅来讲 我们还是编个剧本的 我们先把它变成一只一只鸟好了 这个鸟的话呢 就是首先的话是把这个地方给打开 这个地方给打开 两个侧都给打开 然后呢往前面啊 以这个形象这样子是折过来 这样折过来 到这边 那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有齿轮关节声音 这个地方啊 感觉稳定度还不错 但是这个地方就感觉有点松动了啊 这个地方 翅膀翻出来 这里顺着这个滑槽 将这个翅膀给翻出来 这个 这只鸟啊 这鸟的尺寸还挺大的啊 应该会 嗯 就是挺满意的啊 这个地方 将这个 脚给放下来 你只要听到齿轮关节的地方啊 基本上 紧实度都非常的够啊 这个是可以 去给各位做一个保证的啊 这个地方 那你这个地方 你看你要不要耍一点苦受吧 就是这个鸟的这个 脚爪的这个部分啊 你看你要不要给它弄弄成是一个这样子 啊 你如果要真的是去跟雷 要行瘦腿的话 是应该是要摆成这样 就这样 当然这个支撑度 如果你角度摆得好的话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还是可以站着稳的 那算了 我还是不要逞强好了 我们先把后面这几个部分给打开 这个地方的变形有点意思 从这个地方拉开 打开 看到这有个连接 看 拉开 打开 再把这个尾巴松里头 拉出来 再把这个部分呢 给盖回去 真的就是 把门打开的概念啊 然后这个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C型 这是C型 这个C型的话呢 嗯 如果稍有不慎 它是可能会滑掉的 然后这里有个突弯道 把它给解开 那这个就是它的尾巴的部分 到这儿 好吧 脚 脚的站立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 我刚刚有跟各位提过啊 呃 只要是外摆内收的位置啊 基本上都是偏松的一个状态 那最后就把这个头给伸出来 这个头有点意思的 就直接拉出来 OK 这个拉出来的这一瞬间的话呢 真的是蛮有成就感的 那这个的话呢 它的一个脖子的话呢 啊 它的一个关节呢 有的是朝上下动 有的是左右动啊 像你看了就知道了 这是上下 它就不能 这个关节是上下 然后这里有一个左右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上下 但是它就没有左右 这个地方它没有左右 它的左右是靠后面这个地方啊 所以它不 并不是每一节的一个活动 关节都是一样的 嘴巴可以张开 但张开的幅度 比我想的要来的小 那里头有一有一根火炮 火炮跟舌头呢 是同一块 同一块部件 那这个火炮的这个部分呢 前面你可以装这个 可以发射 嗯 有一个特效件 那这个头部的话呢 上方的话就没有 没有其他的一个 这里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分隔件 其实并没有 然后它并没有一个可以动的 那比较可惜是它一个 好像没有没有 猫耳朵好像不够不够长 对不对 我这之前的这个 这个版本的时候 上面的耳朵还稍微长一点 那就比较可惜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鸟的一个形态 那这个翅膀的部分呢 就看你个人喜好做一个摆放 站立性其实是没有问题 虽然很长很大 对不对 你这么 这种长度你就控制不了吗 我是经常控制的 你看我每天 我的下半身都要驾驭着这个 我的小腿对不对 小腿差不多是这个长度啊 好 那 放过来一点好了 头 嗯 主要就是玩这个鸟头 对不对 就是玩这个 这个头了啊 这个长度应该你们应该很熟悉了 应该大部分的人都可以驾驭得了 这个 上下动啊 想喷射的时候喷射 不想喷射的时候就 就忍着点吧 那这个翅膀的部分呢 这里有个滑槽 但是这个地方啊 还是一样啊 这个地方就是比较松一点点 各位展示一下 你知道就可以了 有这个形态 变成一个大型鸟类的一个形态 哎 哎 鸟太大不知道放哪里 这种痛苦你们懂吗 买这个玩具你就懂了啊 哎我干嘛给官方做这种广告 对不对啊 好 如此这般 那这个装甲车变成一个 呃 兽型的话就更加简单了啊 这两个部件呢 其实不拿下来也可以啊 就两侧这个部分解开 直接就放下来 就完全就是非常直觉的 这种啊 就真的是 就是给小朋友玩也可以啊 虽然小朋友可能不一定喜欢玩这个 这个 四足的话 因为它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前后都可以动 而且还有个接地啊 所以可动来讲的话算还可以 然后它这是一个双尾巴 双尾巴的一个兽型 啊 并不是双马尾的正妹啊 是双尾巴的一个兽型 这个地方打开 从这翻出来 哇 这个 猛兽的一个头就出来了啊 一样它是有一个 呃 一样是可以装 这个 嗯 一样是可以发射这个火炮的 那如果你觉得 呃 炮火不够猛烈的话 你要装上这个超大型的 大型的喷火这个装置呢 也是可以啊 也是可以 但是它可能就是会比较 嗯 支撑力度就是会不太够 嗯 好 你知道就行了 来 那它的一个 呃 可动的话呢 是有点意思 它这个地方是有个可动关节 那上下可以动 上下可以动 啊 嘴巴张开的幅度呢 就很大了 那金色的一个头 头部的一个涂装 啊 这个头我觉得就好看 包括这个地方 那个银漆 这个线条其实做的挺优美的 然后肩膀是圆形的一个 这个 就放后面好了 圆形的一个肩膀的造型 这种这种圆形的这种肩膀造型 跟钢索比较像的那种 就看起来蛮有power的感觉 那尾巴是两条 只能上下动 那这个家伙的关节的话呢 啊原则上都是比较偏紧的 把玩起来是没有什么多大的毛病啊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两者都是一个兽形态的一个展示 非常大 很有这个 占地空间可以说是非常的足够 行 那 就看一下吧 没有什么空洞 蛮难得的对不对 可能是 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 哈哈 来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合体的一个形态 那首先这个合体的形态的话呢 我们就先把它进行一个呃 兽跟鸟的一个形态 对不对 那 这个兽形的头收起来就可以了啊 一个把头收起来 一个把脚收起来啊 原则上给就完成了 那这个地方放回去就是 完全就是往回折而已 他并没有特别的一个难度 就这样子 完全就是这样子 把它给塞回去 诶 如此这般 往上塞回去 就这样 这里是啊 这边 整个推上来 整个 变成是一个 像是一个C型扣一样的 这样子把它给扣进去啊 这样子 这个其实 这样子 其实我没有试过 应该很难发挥吧 然后呢 这个 尾巴就不收了啊 就在这个状态下呢 就直接的 进行一个合体 那这个合体 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那个状态了啊 一样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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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这个同样蹲进去 对不对啊 下面的我要进去咯 对不对 这样子 你玩的时候呢 是不用跟我一样 喊什么下面的我要进去 其实不用啊 这个并不是变形中必要的一个过程啊 我只是就是敷衍一下 对应一下时事而已啊 OK 对 对的不是很准啊 到底有没有扣到啊 有了有了有了 扣到了 扣到了 会有一个感觉 有感觉的 好 如此这般 哎 这个后面的尾巴还是很长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镜头稍微调整一下 那这个翅膀的话呢 应该来讲的话呢 它是往前面推到整个是平的 就是跟这个三峰整个是一个平的一个状态 这个呢 就是它的呃 一个兽型跟鸟型组合的一个型 哎 这个这个说是不是应该收进去啊 我就把它收进去好了 反正尾巴只要一条就够了 好的 这个 大 好玩 够分量啊 这个举起来 它真的是蛮有分量的 挺不赖的哦 这个形态我个人是有爱 而且它这个配色啊 蓝白啊什么的就是 嗯 蓝白配色我本来就比较喜欢 啊 就像这个Ultra Magus 对不对 还有Doraemon也是蓝白配色的对不对 虽然现在大家已经 跟它 有了不一样的感情 好 那呃 我简单的呢 我们也把这一款 这个Combiner War 实在的这一款 也给它简单的小小变形一下啊 这一款呢 虽然有点 有点米白色的 可是我个人还是 还是蛮喜欢的啊 这个 这个家伙的变形 应该是更加直觉的啊 你会发现它的变形思路是一样 这个翅膀 翅膀都不一样 这个地方 一样往前翻 哦 这这里 它这个蓝色的部件 从这个地方有个卡进去啊 把它给分开 往前翻 然后摆上来 然后这个尾巴是直接就放出来就行了 这个脚是这样的 胸口的这个地方翻出来 这个地方翻出 两侧一样的把它给翻出来 这个部件呢 放回去 翻 哎 不对 它是这样子的 直接的翻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直接拉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了 这个我刚提过了 它这个耳朵啊 这里有一个比较猛 感觉比较猛的一个耳朵 啊 是 我觉得这一款旧型的这个天猫 我觉得一点让我很喜欢的啊 好 那这个两次都放进来就可以了 那这块部件应该是要 这块部件应该是要把它放过来 我记得是这样吧 还是还是不是啊 反正就是这样 我已经翻了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之前一个Combiner World 时代的一个天猫 大小分量当然是有差别的 不过呢 这一个如果你手上有这一款 这个Combiner World的这个 Sky这个天猫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也不赖啊 如果你有这一款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回头收一下了 我会蛮 如果你喜欢这个鸟形加兽形的这个形态 还有太空桌的形态的话 这款我也蛮推荐的 当然今天这一款也不赖 价格的话呢 往后应该还有机会再低一点吧 行 那继续闲聊了 这个 嗯哼 我们来给它进行一个 呃 最后的一个形态 就是所谓的一个太太空 梭跟一个基地发射台的一个形象 那一样的话呢 是从这个地方分开 将这个鸟的话呢 给恢复成太空梭 这个推进去 这样子 往后面放下来 好 然后从这 记得是把它给扣进去啊 要听到卡的一声才算 才算数啊 要听到卡的一声啊 ok啊 你要等人家有反应 才确定是继续嘛 什么反应都没有 就是没进去了啊 这个地方 还扣进去了啊 这个地方折上来 扣进来 那这个地方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这个部分呢 收 那其他 这个部分 打开 这个尾巴收进去啊 你就是要稍微去对一下啊 主要是这个地方 你看到没有 不小心 它这里是个C型扣啊 这里 这样子 它是要有一点是这样 反折进来的时候 是比较容易去脱落掉的 脱落掉 整个给塞进去 好 然后这个地方 刚提过这个缺口 就这样扣进去 但是其实我觉得卡的不紧了啊 我真的觉得真的觉得卡的不紧 照这样子 压上 好的 那么这个 啊 太空梭的形态呢 就算完成了 不过呢 待会儿在组合状态下的话呢 我们必须把这个部分给打开啊 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部分呢 其实 我觉得主要就是一个展示而已了 不然其他 他跟塔台结合其实靠这 其实靠这 好 我们这个太空梭 就暂时的放到一旁去啊 再来就是这个 其实说明书 我看的也不是很清楚了 我真的看的不是很清楚 他主要的一个变法呢 就是这个 部分是打开 主要是从这里打开 然后打开 然后你翻过来啊 记得就是这个 这个轮胎要让它着地啊 这是重点 让它走在地面上 然后呢 这个这个部件要拆下来啊 这两个部件 然后这个力打 打成正的 这样子 这边 这里整个打平 OK 然后这个部分是转成这样 如此这般 那后面这个的话呢 就是呃 我看了一下他好像就是 这单纯呢 就是把它的一个部件啊 给转正 翻过来 这个地方 这个地 简单的说啦 简单的说 我的感觉就是一 二 还有三 还有四 这四个地方呢 要让它贴 贴贴平地面 就这样子 哦 这个就是我说的 它有一些细心扣的地方 只要是这种 这种地方都还蛮容易去松脱掉了 那我看了一下 它好像有提到说 是这个要稍微打开一点 还怎么样 对 那我们就按照它的指示 把它稍微打开一点 好 这个 就是它的一个基地 底部的一个基本形态呢 啊 目前是到这样 以及呢 我们把它的几个 这个部分给打开 这里 可以打开 这里也是一样 第一次掰的时候呢 非常的紧哦 并不容易打开 这里 还有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从这里 翻出来 哎 翻出来 然后内部这里 翻着出来 往斜下放 这个地方呢 就是直接拉出来 然后后面有一段 还可以再拉出来 那我大概提一下 你看到这个地方 都有一些结合的一个卡扣 这个呢 就是跟其他的这个 啊 地球崛起器的这些 啊 有这些连接的这些部件的 这些 啊 原子上就是这样子 都是连接扣上去 啊 就可以做一些扩充啊 各位明白知道就可以了啊 这个就不再多做其余太多的展示 然后呢 这个 太空梭 跟它合体呢 怎么个合法呢 就是这里 啊 就从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有两个图 啊 就是要对太空梭的 底部 它有三个洞 但是只有两个有有有的扣 那另外的话就是这里 这里有个凸 它要去扣哪呢 去扣这个地方 然后它内部 这里有这个凹槽 就把它扣进去啊 那这个扣进去呢 那其实 其实还蛮稳的 而且你一定要扣 因为如果你只扣 后面这两个洞的话呢 啊 这个太空梭基本上是不稳的 它真的非常的不稳 只扣两个洞 真的扣不紧 从这个地方压下去 那你这个平感觉啊 平感觉就可以扣上了 因为这个 啊 图跟奥的一个结合真的 你应该是有办法去去掌握到的 好 这样子就扣上了 这样子就笔直了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它的一个 呃 画面给各位提高一下 看一下 有点远啊 那我退后一点点 OK 呃 这个画面是比较 比较占 占画面一点点 好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发射 太空梭的一个基地台 这地方给它给拉平一点点 后方的话呢 这个 就让它能够顺利的压在地上 就可以了 呃 bonus的玩法 我都会觉得 所谓的基地形态呢 都是一个 算是附加的一个形态啊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 是可以装在这里 它就有一个图跟奥的一个结合 那另外一侧的话 你可以装直的啊 这个我是看这个合绘啊 或者是说明书上 好像都是这样子的 做展示的 这样子 如此这般 然后呢 这一些特效件啊 什么的你就是可以 安插在这里 啊 诸如此类的这些 简单的一些玩法 那整体来说的话呢 这款 天猫的话呢 就是说 如果你本身对于 人物有情怀的话呢 那几乎可以说是 非常强烈的 要入了啊 虽然说 它有一些形态呢 我觉得好像 没有之前这款来的 这么这么样的一个 壮 但是它真的是有 还原到上下半身啊 是可以分开的一个形态啊 以原则上来讲的话 以还原度来说 其实它做的也是非常的好的 那上半身的一个太空梭 可以变成鸟 下半身的装甲车啊 变成一个兽型 那两者又可以组合成一只更强壮 类似的 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兽形态 又有一个基地展示台 然后这些还有一些 扩充的一些装备啊 还有一些扩充的一些空间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把玩啊 官方的玩具呢 基本上还是有一定的素质水准的 那以我手上这一款呢 呃做工方面可能就是一个 呃有一些转轴 类似是外面内说的地方呢 通常都是偏松的啊 但齿轮关节也是不少啊 但是非齿轮关节的地方 就真的真的是 比较容易去松脱掉 那是它做工上的一个小小的毛病了啊 那就是分量也很够 那原则上呢 呃如果说你对天猫这个人物呢 有一点点兴趣的话呢 那这款玩具我会个人是比较推荐的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记得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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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